炒猪肝的时候一定不要直接下锅炒 又老又腥还不好吃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炒出来的猪肝又香又嫩又下饭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猪肝切成薄片 加上一勺食盐和一勺淀粉 再把猪肝抓拌均匀 淀粉和食盐可以吸附猪肝上面的杂质 抓匀之后倒入清水没过猪肝 把猪肝多抓洗几遍 洗到水变得清澈为止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 一大勺淀粉 再下手把猪肝抓拌均匀 让猪肝更加的入味 最后加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这样猪肝炒出来更加嫩滑 抓匀之后放一边 延至20分钟 准备几颗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准备一把上半改刀切成薄片 一小块生姜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和辣椒放一起 再来小把蒜苗 改刀切成小长段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接下来把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先用油把锅润透 然后再把姜蒜辣椒放进来 用小火炒香 再把腌制好的猪肝倒进来 然后用大火快速的放炒均匀 把猪肝炒至断生 时间切记不要炒太久 出锅之前再放入一把蒜苗叶 再快速的放炒几下就可以了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点赞收藏起来吧 感谢您的支持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小炒猪肝就做好啦 猪肝酱炒出来又香又嫩 而且特别的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 留言和转发哦